为了拉拢韩国和日本 拜登开始了对韩国和日本的一个访问 刚刚在日本有个记者在问他 如果中国收复台湾的话 美国会不会出名 拜登这个老家伙 我感觉挺阴险 这个人确实挺阴险 比特朗魂性还多了 他首先说了yes 就说是 我一弄就出名 然后呢 他又突然藏着疾风 突然又掉转了 就说我们一直遵守承诺 赞成一个中国的立场 这说明了什么 一呢是拜登呢在探中国的底线 看看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中国什么反应 然后呢是要补动日韩 放手去做 你就根据我的意图你大胆去做 你看现在日本出现了什么情况 日本的军事打击目标 把我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五大战区司令部都列入了他的一个打击范围 也就是说日本在做数死一搏的一个准备 按照说一开始可能会失探性的一个打击 但是日本非常高教 他这次做的这个 就是说放出的口风呢 有一种跃跃于世的感觉 我感觉以前我也说过 要是世界大战打起来 最先可能小日本就遭殃了 现在日本和韩国啊 为了在美国面和北约面前表现 他就无所不用其极 咱就说如果中国真收复台湾的话 美国会不会出兵 我呢个人认为 美国不会正面和中国发生冲突 他会让日本和韩国打先锋 来先放台湾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从美国挑起俄乌战争 或者美国之强战争 我们都可以看到打小国家的话 美国肯定会直接派兵溜出去了 但是对待大国 他往往会牺牲掉他手下的这些小狗子们 就是说这些小弟 让他们做电脚石 美国对他这些走狗们的承诺 很多是口惠而实不知 包括最近刚和乌克兰说 我要支援你四百亿 但是我没钱呢 没钱怎么办 找中国呀 你想想中国会支援他们 他这个逻辑感觉 他这种逻辑 我们正常人就想不明白 你挑起了俄乌冲突 你又说要制裁中国 又希望中国站到你那边去 中国不站到你那边去呢 你还想要让中国帮着你出那四百亿 你这是什么脑子呢 不感觉这个美国人的脑子 说实话有时候挺短路 咱话题呢 就说到这个台湾 还是说说台湾来 就说中国如果说收复台湾的话 现在我们可能要面临着 什么样的问题 日本和韩国的干涉 所以说呢 打台湾 就是说武力收复台湾 一定不能拖太久 然后呢 同时要把我们的导弹 我们的炮口 要对准日本和韩国 只要日本和韩国一参战 马上就打过去 只有这样呢 才能保证我们 波数太大损失 台湾和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那个防御重心太大 你想一口吃掉 是非常难的 但是台湾就3.6万公里 它没有防御重心 要打 就一口气把他打掉 时间不能拖太久 一月拖太久 美国就越容易在里面下半子 我们怎么样去武力投入台湾 就是说台湾现在跳得也很坏 民进党拖得也很坏 我们怎么样去守护台湾 我想呢 应该还是虚虚实实 无限次数的军演 在某一次军演当中 抓到核实实际 发现对方出现疲惫的状态 或者疲惫应付 他又不感冒了 这时候突然已经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 这样呢 只要我们把问题一下解决了 美国没办法插手 然后日本和韩国 可能就干跳 他如果我们收复了台湾 他如果再过来打的话 那就直接和我们开战 那我们就一点客气都不用 我感觉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你要是说美国 是不是能出兵台湾 绝对不可能 应该就是不可能的 从他挑起俄乌战争 这个地方看 他可能会偷偷的派人过去 但是正面的 光明正大的派兵 他是不敢做 这就说 要是少量的人去台湾的话 我们突然来一起进 他们应该防御的时候 没那么好防御 其实我们只要收复台湾 我们的 就是说 打击目标 不单要放在台湾上 兵力部署也好 不单要放在台湾上 一要附近的韩国日本 再一个呢 美国 还有 流出激动的力量 来看住周围这些 不基本的因素 包括印度 包括飞律 飞律 现在应该是问题不大 新商人的小马克思 是不太 现在看不太精美的 你像在越南 这些东西 这些国家 多多少少有一个提防 反正我们目前 如果说到了收复台湾的一个关键的时候 就必须是短时间 我们是不能拖的 拖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们呢 会失掉非常多的战机 所以说呢 我个人观点 美国不会正愿意抗 他可能就是 做那样子 做的样子 让他这些走狗们 感谢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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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